Hello,大家好,本节课程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CS9的页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S9它的显示页面 这是它的工具栏,这是它的视频显示和预览的界面 下方是它的时间轴 而Properties是属性工具 在此我们可以对在时间轴中选中的文件进行格式的编辑 在这个软件当中它是一个高频的使用工具 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到 而点击这个Record它就可以直接进行屏幕的录制 我将在后面的某节课程当中详细的介绍 在此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到Media 它里面主要包括了Media Bean,工具箱和Nightbury 我们在时间轴上进行编辑的所有原文件 都会先导入到这个编辑箱中来 而Library当中有不少CS自带的动画和标识 大家有时间可以参考一下 Annotations Annotations主要它是给视频添加注释和形状标识等等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它的颜色和模糊度来制作马赛克效果等等 Transations Transations主要就是给视频做转场的特效 让画面的衔接更加的自然 Behaviors主要是对文字和视频添加动画的效果 而Animations它可以对视频画面进行缩放、平移、旋转、倾斜等效果的添加 Courser Effects 这个功能它主要是给鼠标加上光标的效果 使鼠标锁及的区域更加的明显 Voice Narration 即语音旁白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在编辑过程中 当我们发现自己少录制了一段时 就可以直接在这儿进行补录 再保存插入就可以了 而Audio Effects 它是可以用来去除噪音或者是添加弹入、淡出等效果 在这个More当中 点击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三个工具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个Widger Effects这个工具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对添加的图文添加阴影的效果 设置边框 添加和去除颜色 或者是移除视频中的某一个颜色等等的操作 而这个Sleep Speed 它是可以加快或者是放缓视频的速度 那说了那么多 相信大家对CS9的整体的页面布局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尝试着去使用它们了 本节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